红烧肉的做法非常多 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心得 我比较倾向于食材简单的搭配 少用香料和酱料 减少不必要的工序和餐具 这样即使你是厨房小白 也能做出亮泽剔透 好吃又正宗的红烧肉 首先干豆角浸泡20-30分钟备用 五花肉用刀刮去表面油脂 这是去腥去污最直接的一个步骤 短毛较多的就稍微清理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猪肉的去腥方法 一种是加葱煎蒜以及各种香料 覆盖气味 还有就是汆烫和油煎 去除表面氧化的油脂 我在东坡肉的视频里有做过对比 是否汆烫对于去腥 其实没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我今天选用的是油煎去腥法 锅中下少许油 加入姜片炒香 猪肉切成麻酱大小 下锅小火煎至焦黄 我们所说的猪肉的骚味 其实是蛋白质风解产生的氨气 正常情况下是通过汗液和尿液排出 但如果猪的养殖方式和健康状况受到影响 肾脏的代谢和排毒功能减弱的话 猪肉就会带有比较重的气味 我喜欢稍微煎的干一些 尽可能多的煎出一些油 这样的红烧肉就不那么油腻 我使用的主要配料是冰糖 香叶 钢辣椒和八角 冰糖大约10到15克 而香叶 八角主要是提味 所以分量都不大 尽量不要盖过肉香味 炒糖色的成功与否 直接影响到红烧肉的色泽和光泽 我做的是水油坦色 锅底洗净 倒入小半碗水 大约20到30毫升 加入冰糖 中小火烧化 融成糖浆后 加10毫升青油 这个时候要不停搅拌 直到糖色焦黄 倒入五花肉 充分方炒后 加300毫升开水 大火烧沸 转中火 保持沸腾10到15分钟 这是上色过程的关键 沸腾的汤水 可以更好地将糖色 渗透到肉质中去 干豆角切断 这是我自己做的豆干 原本是留给朋友的 但因为疫情封城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锅中下生抽20毫升 料酒20毫升 老抽3到5毫升 这个份量适用于一半左右的生五花肉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调整 锅中加入豆角 汤水烧沸后 一致砂锅 小火炖煮 45到55分钟 开盖后满无肉香 红烧不愧是五花肉最好的做法 肉皮焦化粘牙 脂肪层绵糯而不腻 瘦肉层松软而不柴 豆角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了酱汁 并在砂锅小火的炙烤中又释放出了水分 口感堂牙 滋味浓郁 整道菜咸鲜适中 浓淡香移 步骤 总结 1. 钢豆角用水浸泡20-30分钟备用 2. 五花肉清洗后切成块 小火油煎至金环 3. 20毫升清水将冰糖烧化后 加10毫升清油炒至糖色焦黄 4. 倒入五花肉充分方炒后 加开水300毫升烧沸 5. 加入20毫升生抽 20毫升料酒 5毫升老抽 以及切成段的钢豆酒 6. 烧焙后转入砂锅 炖煮45-55分钟后起锅 感谢收看 爱追追的美食咖最新频道分析显示 只有4.1%的小伙伴关注了我的频道 95.9%的浏览量来自为关注人群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 如果您是老朋友 请确认您的订阅是否依然有效 每一条视频都是本人精心原创 新手不易 珍惜每一份支持和鼓励 我是苏默默 一个爱追追的美食咖